現在來為大家介紹的活動 全部都屬於自由行 首先我們上網就已經覆了我們今晚會住的公寓 公寓的位置就是很近這個融創的 它只需要過一條隧道 地下隧道那條馬路其實就已經到的了 其實網上都有幾間不同的公寓 它們就屬於不同的座數 可能010 20 30 4 我們今晚有其中一間房 就會是這個四人套房來的 就會分上下兩層這樣 晚上的時候我們就還有一個小角樓 可以用來大家一起吃一下朝夜 我們公寓check in 完之後 我們就趕快放下行李 就趕快去融創那邊 因為其實我們都在網上 都已經覆了今晚的融創水世界的夜場門票 所以我們要爭取時間 因為我們早上跟團的活動的時候 其實都比較遲了入場 所以剛才離隊的時間都會比較晚了一點點的 所以就相對性我們現在就比較趕 而且因為現在的環境都是比較暴雨 所以其實我們都很幸運 我們之前那兩天跟團的時候 都是天氣很好 所以我們都順便完成了我們跟團的活動 所以現在我們就已經去到商場 我們就快點吃那個 隨便吃那個麥當勞就算了 那說回水世界呢 那也是很容易找的 那跟之前拍運一樣 在商場裏面 那水世界的確實在 其實就在融創雪世界的門口 對面就已經是水世界了 那我們都在上網預先買了票 那所以就是很簡單的 那就是去到門口那裡 就是拿一個 輸入我們那些驗證碼 這樣就可以提取回我們那個入場門票了 不過說一說回 融創水世界這一邊呢 就 那個鎖卡是真的需要收費的 就不同說世界裏面是包了你的鎖卡的 那這邊的鎖卡 如果其實你們不是說太多個人用品的話 那就最好幾個女生或者幾個男生 分享一個 因為其實個案件可以退 但是鎖卡錢就沒得退的 週末 接上去 事前台 別再賣 婚 JR 水世界其實環境不算特別大 所以其實半天時間已經足夠玩了 不過如果大家想會看這個科技影院 我個人建議先進去排隊看這個 因為大家濕完身後才去看 可能會有點冷 大部分平時都可以玩的大喇叭 漂流和人造浪 不過最不滿意的地方是漂流水泡的問題 那我會覺得其實 首先入場票沒有包到水泡 就已經有少少搶錢成份 還有一個情況就是 有一部分就是看到 其實我也因為不想大家 即是我們十幾個人都租十幾個水泡 所以它不可以讓你們離開那個漂流的位置 因為一離開的話 你是需要重新再租一個新的水泡 才可以下去的 所以唯有我自己幫大家保持住 因為大家可能還沒玩完其他東西的時候 那我就自己一個跟水泡在這裡漂了幾次 對 那我就會覺得 其實你收費不要緊要 但是你不可能不讓別人拿著去第二島 然後我們換衣服之後 都已經玩到那個商場就關門了 商場其實十點鐘就關門了 那我們就回到公寓後面這條街 這條街幸好還有這間餐廳還沒關門 那這一間餐廳呢 那些味道真的蠻好吃的 那所以推薦大家如果都是住公寓附近的話 可以考慮一下試一下這一間那個 那個 那個麵 那個麵底 那大致上我們每個都覺得不錯的 話這麼快就第三天 那我們就在公寓下面吃了一個早餐之後呢 那我們就向雪世界進發了 那我們今天就買了高級牆的全日門票 那所以我們今天全日時間可以在裡面人玩 那我們就 這裡其實就有教練可以請的 那大家如果是初學者可以考慮 找教練去教你滑雪 那我們就其實就自備了滑雪衫的 那所以呢 我們就只是排隊拿裝備 還有雪板頭盔那些就可以了 那提一提大家 那其實它的鑰匙就有分ABCDE區的 那大家其實如果整班人一起 那可以盡量叫它配回同區的手帶給你們 那你們就不用說走來走去這樣 那在裡面呢 那因為呢 那本身我也是屬於初學者來的 那所以其實 那所以我最多呢 就是上到這個中低級那個位置那裡拍片的 那中低級到到初級那裡 其實都是用摩尖排隊上去的 那而坐纜車的高級版呢 那因為我就還沒上到 那所以都不可以幫大家介紹 畫完雪之後 那因為我們都預先買定直通巴士的門票 那所以我們就在容創那邊 那就可以直接叫了幾架滴滴 那就去回直通巴士那個上車位 那我們就 那裡上車位那裡附近都有一間酒樓的 那所以我們都在酒樓那裡叫了點針食 那這間酒樓的味道都挺好吃的 那大家可以試一下 那我們就 那現在我們這次的旅程呢 就已經去到微星了 那我們就準備坐直通巴士回到香港了 掰掰